嗨 大家早 現在起床了 我們就在飯店門口準備要去吃早餐了 然後我們飯店門口就是一個看起來還蠻網美的地方 連門口都有在賣這種衣服耶 好酷喔 來吃童裝喔 欸 我等了這句很久 早晨 早晨 錯事見面 印象極好 耶 陰陽的一個晚上就是為了說這句 早安 天才少女Ariel 天生歌姬 小學生借的鄧麗君 你有睡好嗎 對 嗨 這個人現在在租 摩托車 你租的有多大的 一二五是不是 對 我租的是這一台 喔 兩百五一天 欸 他租一個月很划算的 三千塊一天一把而已 租一個月 租一個月然後我們七八天就回家了這樣 哇 嚇趴嚇趴 他們的摩托車來了 哇 他們的摩托車 哇 現在我們要吃早餐 然後這個是寧慢路 但路邊就隨時就有人來做早餐了 哇塞 你看他們路邊隨便都是這種 很漂亮的咖啡店耶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一間 就是大家覺得來七八天最值得來的一間咖啡店 然後這是他的分店 這間店啊 我們之前有來過他的就是本店 然後是一個世界冠軍拉花的 那其實我認識很多朋友是弄咖啡 他們都知道這一間 我們就繼續看看喔 他拉花很厲害 給大家看一下 清邁人早上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爽吧 所以你看很多老外都來這邊 一早就來這邊 哇 很Chill的這樣子 我點了一個冰咖啡 我點了一個冰咖啡 哇 看起來好好吃好邪惡喔 我把他點了一個熱壓吐司 哇 我們冠軍咖啡 這是一個那個 獨角獸的 超漂亮的 哇 哇 哇 不要搖不要搖 你最開心了對不對 這個是起司在上面 然後煎蛋放在這個起司的吐司上面 這間媽媽早餐他們是兩間 一間是咖啡店 然後他們會另外分開來 把這個 就是像這個早餐吃的是另外一間店 像在這邊 這是他這個店裡面附屬的一間 是不同的店 然後這很好吃 但是非常的貴 很韓西對不對 對 這剛剛沒有拍 沒關係剛好錄到了啦 好 來吃吃看這個 這還不錯吃 好吃 對 雖然說有點貴 就是真的是 大概是 一般他們 平均的 大概三四倍四五倍的價格 可是還算是好吃的東西 可是就是我們一般在台灣吃的 就相同的價錢而已 正常價 然後東西很好吃 這個超級好吃 很大 對啊我剛剛吃了一個 哇非常好吃 好吃對不對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外皮超脆的 然後裡面的那個味道 調味超好的 看一下看一下 哇你很專業喔 好吃對不對 有點說錯了 其實這個價錢是我們一般在 那種普通早餐店的價錢 可是我們吃的東西 是那種咖啡店等級的 輕食 所以其實價錢還是比在台灣便宜很多 這樣子才對 這一份的喔 一百也多 一百七七七的 對啊 然後那個熱壓吐司好像也是 也是喔 這熱壓吐司看起來很好吃 好吃嗎 那個熱壓吐司 挑水的爸爸 而且跟Pizza 我發現 爸爸跟葉林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哇你看他們杯墊都有 印上自己的那個 這是他們2017年得到的世界冠軍 這樣子 然後泰國世界咖啡 哇這個香蕉蛋糕好棒好吃耶 它香蕉的含量應該是爆多 然後那個很濕潤 不像我們一般的那個磅蛋糕會偏乾 然後有點黏黏的口感 它這也是黏黏的口感 然後它整個就是 吃起來都是那個香蕉的那個 膠質感膠感這樣子 很好吃好香喔 對很香 欸這間店雖然很貴 可是它很好吃耶 很實 我很喜歡剛剛那個熱壓的那個蛋糕 一格一格的 哇真的好好吃喔 我們用Grab 叫了一台這個雙調車 酷吧 你們第一次做這個對不對 對 好玩吧 哇 天氣不要太熱的話 做這個蠻不錯的 我們現在去悟夢室 然後 就是 這個從我們這個咖啡店過去的話 是120 然後這個價錢都算好了 就是 你就會知道說是多少錢 這樣子很安心 不會被坐地寒假這樣子 嗯 你很擔心我是不是 怕我被甩出去才不會咧 我擔心 好啦我們到了這個悟夢室啦 然後這邊有個路牌 就告訴你走進去是悟夢 P Agoda 不知道它什麼意思 走進去看看 這個是我是 只有來這一個其他廟我都去過 不想去了 想說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很像吳哥哭我就來看看 旁邊還有養肌耶 然後我們要進廟裡面啊 就是你的膝蓋不能都 就是裸露都不太行 所以如果你穿短褲可以 可是你要把膝蓋蓋住 沒有的話你就要把這個 就可以租這個 金啊 然後把它包起來這樣子 嗯 這個廟很漂亮 它 都是綠樹層硬這樣子 然後 有沒有 然後這一些佛像啊都 感覺很有歷史 很有那種 吳哥哭王朝那一種 哇這還有這麼小隻的雞耶 哇 很漂亮耶 我們稍微走進來一點啊 它這邊就會有一些小攤子啊 可以買飲料啊 咖啡啊 爆米花什麼的 這裡面很多綠樹而且都很高 那雖然說剛剛外面有一點點熱了 這邊裡面還是很涼爽 對啊 可愛喔 他們泰國人都非常的虔誠喔 要給他錢 那 有像嗎 等一下喔 我要拍照 欸 抿開我 你看這個狗 在這邊睡覺多舒服啊 快入鏡 所以都翻白眼了 我們現在要進廟裡面看啦 入場費是每個人20株 對 然後把錢投進去就好了啊 喔 泰國廟進去都是要拖鞋的啊 哇 你看這邊 古色古香的 哇 一進來這邊就好涼喔 進去看看 很舒服耶 攻守敗笑 哇 這裡面很舒服耶 因為他拖鞋子的 所以 這樣走起來很舒服 不會覺得有什麼髒的感覺 繼續擺 繼續擺 哇 喔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那後面這些都是遺跡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佛頭 嗯 然後上面也有人去堆石頭啊 什麼的 好像很多地方有那種 就是 祈求的方式都是這樣堆石頭堆起來 對啊對啊 你看那邊也有一堆有沒有 就是也是佛像的 哇 你看這邊好多的佛像喔 這邊也都是喔 這些佛頭都很多都已經是古蹟了 遺跡了 遺跡了 這個寺廟啊大概有700多年了 然後 算是我覺得青脈比較有特色 所以我就挑一下這個寺廟啦 因為 因為之前去過雙龍寺啊 什麼柴迪龍那些蠻多的 然後 它後面就是它的佛塔 你看這個地方 喔 就是它的佛塔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喔 這邊的狗都超懂事 我們要去看那個佛塔啦 他們這個 樓梯上面都會有兩條龍 這樣一條 然後這邊一條 好啦你看 你看這是他們蘭納王朝的時候建的 這建的一 好像是 一公元什麼1297年時候建的 我稍微有查一下啦 看一看大家都是很虔誠的 你看那邊有這個 河上在那邊掃地 這個人趴在那邊 不知道在幹嘛 我在做人拍照啊 哇 這些狗睡成一片耶 哇 你看 這裡果然是好地方 哇 這個狗還有穿衣服 我們現在走出了這個悟夢室啊 現在要走出一個網紅咖啡廳 Number 39 就是Number 39 這樣子 那個咖啡廳蠻酷的 我們去看看喔 走路過去大概 十分鐘九分鐘 這路上都有吃的喔 不錯喔 炸雞店耶 好便宜喔 一整隻雞 哇 要不是我們今天帶小孩啊 不然其實在這邊騎摩托車很棒耶 這個 整咖的樓很漂亮耶 舒服啊 哇這個很日式的一個小店 然後你看它的 還寫什麼駐車場 重點是它那個珍珠奶茶一杯才十塊 那咧 你看這是我們路邊隨便經過的咖啡廳 像這樣的咖啡廳啊 在清賣啊 可能都算是非常非常弱的了 就是清賣咖啡廳有三四千家 對這種都是很弱很弱的囉 你看隔壁就有一間了 對不對 也是一樣 你看它剛剛的隔壁又是一間 這個如果在 台灣的話這樣的店啊 一杯咖啡至少要一百多塊 這邊大概五四五十塊 那個台幣而已三十塊 哇停車又好停 後面那一棟也很漂亮的感覺 好了到了我們要來的咖啡店啊 就剛剛這一群咖啡店的最後一段啊 你看那邊有個溜法庭 我們進去看看喔 我們隨處找了一個位置來坐在表演的後面 比較隱私一點 這邊有一個綠色的湖水 然後他們還有找人現場演奏 而且很有水準喔 我是吉他老師 我覺得他彈的超好的 而且他也唱得很好 你看他們這個就是有點像露營風格這樣子 我又帶到了 來 我們進來點餐啊 然後他這個外面啊 有分 也有室內的座位 然後那邊也有廚房 你看這個很酷 這個是一個溜滑梯 你可以上去坐啊 然後拍拍往美照 溜滑梯溜下來 你看他這裡面點餐處 這裡面滿涼的 來看一下價目喔 還可以還可以 這麼好的環境 這個價錢 都應該是很OK的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等一下 這邊椅子啊 隨便坐啊 然後在這邊聽歌 稍微看一下他裡面的物價怎麼樣啊 這個賣129 我覺得是很OK 這麼環境這麼好 那我要喝這個 Bother Beer 他沒有酒精啊 喔 好喔 看一下他物價 Bother Beer 還行還行 沒有酒精的啤酒 好 那他就蓋啤酒 一般的咖啡茶 也是在100塊以內而已 對 然後蘇打水75塊 哇 這樣一套才109 看起來好High喔 坐哪裡 我昨天啊 剛好也是看到那個 Shawn那個 有一個泰國的那個 那個 我覺得我都會看他的那個節目 親賣的 然後他昨天也是來這邊 喔 昨天才來喔 對然後他們來的就是說 那個湖水啊 他們以前來的時候是空的 就是沒有沒有湖水 然後他是 那個湖水其實是用鹽料 但是他們泰國人就很屌 就是原本這些地方就是很廢墟 然後是慢慢這樣子 就是一點一點的弄起來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這種精神真的是很厲害 你看這樣的地方 然後是他們自己一手一手 慢慢慢慢弄起來的 對啊 對啊 好啦我們東西已經在響了 我們要去拿啦 進去裡面拿 進去裡面拿 哇這個是滴滴的檸檬姐豆花 對不對 漂亮漂亮喔 這個外婆的 妳知道這是什麼 柚子 柚子喔 然後外公不知道是喝什麼 芒果 芒果 嗯 沒有芒果的味道 酒果女英雄的 沒有酒精的酒 沒有酒精的酒 上面有那個 Bucker 所以有這個喝泡沫 其實沒有啤酒的味道 我也是喝檸檬的啦 氣泡水 我要喝喝看 妳要上去溜滑梯囉 好上去上去 溜滑梯囉 這是一個真實的樹屋欸 這邊是兩棵樹 然後撐起這一個 小朋友不是為了打卡 是為了溜滑梯 哇 嗚呼 哇 好玩嗎 好玩 很開心很漂亮對不對 哇 好玩 好啦 我們差不多要去下一個地方 這邊真的是超級推薦的 然後這裡就是 你看他音樂的那個品質很高 然後中午的人越來越多了這樣 好 我們去下一個地方吧